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有趣,也有新发言和大家分享 但这新发言是很呼应以前很由来已久的问题 而且我发现今时今日可能影响到改写教科书的程度 所以很值得和大家介绍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都有读过中学的化学 很多时候在化学中,我们很喜欢讲一下化学中的建 譬如一种元素和另一种元素结合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形式,用一种什么方法去结合 究竟是一个正电和一个负电 大家把这些叫做离子建 是这样的东西 还是透过互相一人出一粒电子 互相分享形成共价建 我记得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在初中都会读到的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就将一些更复杂的化学分子 它里面会出现哪几种的共价建 然后最后会形成什么结构 甚至如何影响到整个化学特性 其实就是你去了解一个分子 一个原子和一个原子 或者一个分子和一个分子中间的力量 你是可以理解到整个物质 它本身最后的化学行为 这就是一些化学很喜欢问的其中一个问题 又要提醒 我记得读化学的时候 最初就是元素周期表 然后这些元素周期表 读了之后 又要看它外围的电子结构 因为它外围电子结构 决定了化学起上来的时候的特性 譬如碳和碳 氯气和氯气 或者是氯气和氯气等 这些元素 它们就会形成一些叫共价件 就是因为可能在它的外围电子结构里 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拿一粒 或者甚至乎超过一粒的电子 出来互相分享 如果大家都拿一粒出来互相分享 就会变成一个双共价件 亦有些情况可以出现三个 这就很视乎原子本身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譬如碳是可以的 碳是可以形成到单共价件 双和三重共价件 如果三重的话 就是有三对电子在中间互相分享 在两个碳之间互相分享 然后那些共价件 又要根据量子力学的知识 就会说得到它的电子云的形状 然后看看它的电子云的形状 是谁和谁去连接 你又会说得到 究竟共价件本身又有进一步的分类 这些就可能去到一些 现在还是高中 以前就去到预科程度才会读的东西 也会有 那很多时候如果说去到 譬如会考程度 我们就说 那些叫什么 离子件 共价件 然后认识的元素 你会说得到 它会在中间的化合的时候 中间出来的件是什么性质 你要说得中 那你就能够答对的问题 这其中一个叫做 在中学的教科书里面 都会提到就是 共价件和离子件 这些概念 这里就要再提一提 譬如像 一些叫共价件 这样的东西 OK covalent bond 现在画面上 大家留意 可能就是 这个图里面 右上角的部分 有两个好像 锤仔形状 黄色锤仔形状的 那两个电子云 其实就代表着 两个碳元素 它每人都出一粒电子 令到在这两个碳 即是两个C C字 碳 之间 就会有一对的电子 在互相分享了 于是乎 这里就有一堆的电子 一堆 即是一堆的电子 互相分享了 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共价结 这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里就未必太难去明白 但有时共价件 可能是两对的时候 它的分享形式又会有不同 这里暂时先放开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 在教科书里面就说了 共价件一定牵涉到 乘相乘对的电子 一重共价件牵涉到两粒电子 两重共价件 就是牵涉到两粒电子 即是四粒 如果有时碳和碳之间 形成三重共价件的时候 即是有三对六粒电子 在中间互相分享 那一定是双数的 我们已经是 教科书里面的印象就是 浩版印象就是 共价件一定是牵涉到双数的电子 OK 但是很有趣 这里就去到 话说原来在20世纪中的时候 其中一位很出名的化学家 拿过两个诺贝尔奖 一个就是Linus Pauling 他曾经拿过诺贝尔化学奖 也拿过关于维他命C研究相关的东西 也拿过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以前在科学回忆的六粒有提过他的贡献 他也有参与一些关于DNA结构的研究 但是他没有因为DNA而得到奖 其实他差一点了 所以一个人很厉害 Linus Pauling 还有一个劲在什么呢 他曾经预言过 就是说 其实这些共价件的东西 我们一直教学生 就说 一定要是乘双乘对 才为之共价件 会不会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的情况出现 是只有互相 譬如两个元素之间 只是分享一粒电子 就可以形成到共价件 Linus Pauling 他的预言 是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个预言 又不能完全就这样说 没有根据的 譬如Linus Pauling 其中一个很重要 在行头的贡献 他也是一个量子化学的电机人 即是说 他有能力 去将一个化学元素 用一个量子力学的形式去显示出来 其实有了量子力学 你能够掌握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厉害 你给出一个预测的 就是如果你就这样想 我们平时观测到的共价件 都是要有一对一对的电子 才可以形成到一个共价件 一个就不行了 这个是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的 但是有没有办法去预测呢 你要有个数学 有个方程式才可以 其实很多时候 在化学里面 你能够形成到一个件 往往是对应着 就是一个能量相对低 稳定的状态 那你有没有办法 去用一个公式去计算到 究竟如果这个分子 在中间形成了这个件 那个件的时候 究竟它的能量状态 是不是最低呢 如果你发现能够有一个 相对能量低的状态 你就会知道 这个件的形成 是可能会发生的 如果那件本身 去砌出来 根本就不稳定的时候 它就不会形成一个分子 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 就会自动散了 但是原来 它可以形成了之后 是相对稳定的时候 那这件事 是能量上可行 那所以呢 其实有了量子力学 有了将量子力学 引入去描述化学元素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帮我们做很多预测 那我也都相信 Linus Pauling 他本身 也是因为 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他才敢去预言一下 其实这些只牵涉到 一粒电子的共加件 是可能发生的 是对于某一些分子 某一些场合 可以发生的 如果我自己没有去计算过 这些数据 如果你要我这样估计 我自己就会想 通常牵涉到比较复杂 而且会对称 而且复杂得来 很多时候就是会 譬如说有机化行物里面 牵涉到很多这些 本环六角形的元素 我自己就会觉得比较有可能 这个纯粹是估计的 OK 而且这次这个发现 由一个日本团队 刚才那个画面上看到 由自然其刊 去发表的这个结果 正正就是由一个日本团队 去捉住一个非常复杂 一个有机化合物里 去发现到 这个碳和碳之间 可以有一个 只有一粒电子的共加件 所以说挺破天荒的 但是再提前 其实在这次发现之前 已经发现过其他一些 不牵涉到碳的元素 是无机的一些化合物 都有可能出现一个 单一电子的共加件 但是那个结果就没有那么震撼的 因为在有机分子出现的时候 就变成了 对于整个有机化合物的 那个化学特性 就会很多时候 我们要重新检讨 因为有机分子 对于化学和生物 都可以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这些有机化合物里面 都能够出现到 这些单一电子的共加件 就很可能 对于我们一些以往 我们理解不到的化学过程 或者生化过程 可能就会有一些解释 所以为什么 这个发现被化学家 视为一个这么爆炸性 就是因为 他将一些我们过往 教科书里面 写的一些知识 是颠覆了 我们以后教学生 以前我们说 共加件 一定要是乘相乘对的电子 互相分享 才形成共加件 现在不是 无论在有机化学 或是无机化学 我们都找到 单一共加件 可以出现 单一电子的共加件 可以出现 这里可以说 教科书级别的改变 究竟这个日本团队 是找了什么 有机化学分子 去研究 去发现这件事呢 当然 你看到这个化学分子 这么多这六角形 你也知道 複杂得很重要 或者如果我直觉一看 就知道 非常毒的智癌物 这么多这些六角形 究竟它什么场合 有什么用 我自己完全水过压背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 中间有两个英文字母 C字的部分 就是对应其中的两个碳元素 它就画了出来 整个东西有很多碳元素 整个六角形 每一个顶点都有碳元素 但它特别是要大家注意 其中夹在中间架底的两个碳元素 在正常状态的话 它们这两个碳元素 就是因为它处身是这样的结构 它们是天然地隔得很远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是碳元素的关系 它们是有个本事 可能大家都还有一个电子 可以互相分享 在一般的情况 如果它们正正常常 大家都拿出一粒电子 互相分享的时候 就会多了一个键 多了一个键 就是说多了一个力 它们就会靠近一点 就像大家多了一对手 在互相拔着大家一样 于是大家可以互相靠近一点 但是如果这个化学分子 出现了一个变化 比如说令到它 这个日本团队用的字眼 叫做电子酸化 即是说 它酸化的意思是 它带了静电 其中的电子脱了出去 它脱了出去 令到中间这个共架件 原本有一对的电子 少了一粒电子 在我们过往的认识里面 你如果没有两粒 就形成不了共架件 你只有一粒的时候 照计的共架件 是会消失了 但是现在在他们的研究 里面发觉 虽然在少了一粒电子 在这个分子受到一些影响 少了一粒电子的时候 它剩下的那粒电子 竟然继续继续继续维持 这个共架件的存在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继续继续维持 就是说 如果这个共架件完全消失的话 就是说 这两个手已经松开了 那它这两个的碳元素 就自然地弹得翻开软一点 没有那么近的 但是现在很有趣 我们能够认识到 这个碳元素两个之间的距离 这个两个碳分子之间的距离 又不像先前那么近 不像有一个完整共架件 又不像完全没有共架件的预测 它就介乎了两个之间 它就变成于似乎似乎 中间就算只剩下一粒电子 那个电子似乎继续续继续维持 一个比较弱的共架件 所以我们就看到 由这个这样复合的分子 看到的证据就是 原来这个单一电子的共架件 原来也可以在这个有机化合物那里存在 就第一次找到这个证据 而且大家也看到 如果不是碳元素找到这样的化合分子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比较得到 究竟这个单一电子的共架件 是可以存在的 完完全全是由那个键本身 牵涉到就是 它能够将两个碳元素拉得多迫 拉得多开 就是可以去印证到这个键 这个单一电子的共架件 到底是会不会存在的 好了 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都要知道 对于有机化合物来说 很多时候 不要说只有有机化合物 对于整个化学来说 很多时候这些键件近还是远 哪个容易松开不松开 很容易决定到化学特性 譬如说一个生化分子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群 不同部份 它就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 不同的角色 你那里的键件强和不强 最后会影响到整个化学特性 这里近一点 远一点 你可以想一下 这键件夹得近一点 你可以画一个形状上的改变 在化学上来说 你的形状上的改变 或者生化学上来说 形状上的改变 就可以能够整个东西的功能上 都可能有变化 所以 这个单一电子的共架件 存在与不存在 是直接影响到 我们能不能够 最后完整解释到 整个化学分子的化学特性 所以我们会预期 原本可能有一些 我们想不到的化学特性 正正就是因为 多了这种单一电子共架件 存在 令我们由原本解释不到 变成解释到 所以它不单只是改了 教科书这么简单 而是它们很可能 有一个潜质 在来 是帮我们去完整 或者去补充一些 我们以往去理解不到的 这些现象也不奇怪 在这份子里面很特别 它的件处近了 直接可以反映到 整个化学分子的颜色层面 所以你会发觉 不单只是化学特性 原来是 那些光学特性 都可以改变 在这里 对于这些有机化学 没有什么兴趣的人 这种东西是什么颜色 没有什么兴趣的听众 你可以不理 但是至少就是 我们的中学的教科书 以后去介绍共加件的时候 可能要多一些的注脚 是说一些更加 牵涉到更加复杂的情形 大部分情况 的共加件 都是牵涉到 双数数目的电子 互相分享 但是原来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 单一电子的共加件 原来也可以存在 同样的例子 在化学上出现了很多次 譬如说到一些轻件的东西 也是 轻件也是一些 比起共加件 和离子件 都比较弱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掌握到 轻件的知识 根本上 连水会是液体 也不能解释 所以 这里又用另一个例子 说明 原来我们 对于化学里面 每一种的建 和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形式存在 不同的强弱 原来都不可忽略 这样才可以帮我们了解 完整整 所有化学分子的特性 今天五节的科学新资 就此完结 大家记住 下周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科学新资 因为我们将会介绍 诺贝尔奖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